首先我们拧开这个加水的盖子 这里是加水口 拧开盖子 然后向其中加入适量的蒸馏水 也可以用纯净水 把水位加到绿色区域 如果是初次加水的话 建议 达到这个黄色区域这里 第二步 把激光器拆开包装之后 放进机柜里面放好 激光器的这里 还有一个进水口和一个出水口 我们机柜这里 也是有一个进水口和出水口的 首先将我们机柜上的这个水管 给它拔掉 这里的这个 粗的水管 用的是12乘以8的 规格的气管 将机器的出水口 与激光器的进水口连接 这里我们会用到这个 转接头 从这里 给它 变形 然后接上去 将这一端的与这里接好 这里是机器的回水口 那么它接激光器的出水口 现在激光器的水管部分就已经接好了 这里是我们机器的激光器的信号线部分 找到我们这个信号线 一个TB25的指针 与这里 接好 这里是激光器的 电源线 打开这里 打开这里 与它 插底 将机器的电源线 接入220V50Hz的电压 接好电源线之后 打开外部的总电章 总开关 第二步 打开机器的放过去 第三步 打开机器的钥匙开关 它这里的水箱显示器 会显示现在的水温 然后我们打开显示屏的按钮 也就是这里的开机键 等待机器正常开机之后 按下这里的机关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水箱 这里的水温是29度 一般要达到27度到28度之间的时候 我们再进行焊接 这个是最实用的温度 也是最合适的温度 等待机器和水箱正常开机之后 打开这里的操作界面 打开光阻 打开摆动 喷嘴接触 然后我们就被枯光了